全球陆续开打新冠疫苗了 不过哪一些国家研发出来的疫苗是有效 哪一些又是没有效的呢 现在也引发了讨论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以色列 英国 美国 单日的确诊人数都有明显的往下降 像是以色列打的是莫德纳跟BNT疫苗 单日的新增确诊人数就从8000降到了1000 英国打的是AZ跟BNT 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也从68000降到了5000 而美国打的是娇生莫德纳跟BNT疫苗 这个每日的新增确诊人数 更是从28万人急速的降到了5万人 但是在土耳其跟智利 民众打完疫苗之后 单日的新增确诊人数还是在增加当中 由于这两国主要施打的都是中国的科兴疫苗 因此也让入制疫苗的效力现在也遭到质疑 智利总统当领头羊 晚起衣秀公开施打中国科兴疫苗 希望提高国内施打率 但民众打完疫苗后 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不降反升 从施打前一天2600多人 暴增到7000多人 同样状况也发生在土耳其 民众接种科兴疫苗后 单日新增的确诊数几乎也是直线飙升 止不住 让中国科兴疫苗效力备受质疑 不管是科兴或国药的 那目前那些国家都丰格指数没有变 那但是呢就是疫情有微服的往上升 现在很难做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结论出来 录制新冠疫苗在多国已经陆续接种 但效力被打上问号 因为同样是打疫苗 以莫德纳BNT为主的以色列 单日新增确诊数溜滑梯 严格指数更是狂降 往解封目标大步前进 而在英国在大幅施打AZ和BNT疫苗后 单日新增案例也从68000人 降到平均只剩5000人 至于美国虽然施打率相对造低 但三种厂牌疫苗接种后 确诊人数也明显下跌 这些都是在疫苗上有看到效果的 从以色列的情况到60%的时候 那就是封城的严格指数也往下降 看起来就是疫苗上的一个意义 它也是蛮大的 疫苗虽然暂时还无法完全 和结束疫情划上等号 但各大疫苗厂牌效力摊开一笔 谁能获得较多民众的信息 数字会说话 节奏报道